那么在那边呢,就是换算成人民币,大概沉香一公斤能卖到二十多万到一百多万。 王敏祥感到万曾惊讶的同时也想到,如今沉香之所以这么值钱,是一类野生资源面临枯竭,而市场需求却是有增无减。 因此沉香的价格才会一路飙升,如果自己能培育种植,岂不是一个商机? 2004年底,王敏祥辞去了工作,不久就在西双版纳承包下了三十亩土地,从盛产沉香的东南亚国家引进种苗,开始种植培育。 为了安全起见,他还特意将整个地方用高墙紧紧地围住,断结了与外界的所有接触。 就连基地的员工问起种植的是什么,王敏祥也是守口如瓶。 这引起了大家的纷纷猜测。 当时也不了解这个情况,你说种绿化嘛,你那么大个老板来投资,你说把树种这里完了,那可能不行,那他不会做亏本的,对不对? 何况在原始森林的边上种树,岂不是多此一举? 于是好奇的员工拿着叶子,询问当地,经常穿梭在密林里的村民。 看到过野生沉香的人,一眼就认了出来。 这一下,王敏祥种植沉香树的事,在附近一下子传开了。 大家都认为,一个濒临灭绝的树种,在大自然环境下都很难生存。 更何况,还是在原始森林以外的地方来人工种植,成活的机会很小。 因为首先,它是一个热带雨林的树种,那它一般来说在海拔400米以下的这个热带雨林里面, 它这个土一般都是砖红壤。 这样的,如果移到这个褐土的话,它差别非常大,就是一些营养元素的变化非常大。 可是,王敏祥早就另有打算。 他将原生地的红土与本地的褐土搅拌,利用盆栽的方式,让沉香树慢慢适应了当地的土壤。 眼看着小苗茁壮成长起来,王敏祥十分得意。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,当初为了安全雷气的高墙,成了一枚定时炸弹,一场大雨,彻底浇灭了他的梦想。 这片已经杂草丛生的园子,就是当时的苗圃。 因为被水淹了一米多深,细菌滋生不得不荒废了。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王敏祥不免还有些感伤。 你看,当时是为了排水,连这些地方都是抠出来的洞。 你可以想想当时那个水有多深。 祸不得已,王敏祥将围墙推倒。 可是浸泡了几小时的沉香苗,大多已经被淤泥覆盖。 一百多万株最后承活下来的,仅剩下了不到十分之一。 三百多万元,一下子血本无归,唯一的苗圃也不得不弃用。 王敏祥需要考虑重新购置土地,可是资金已经陷入了困境。 当时应该是自己的所有银行卡的透支全部都透出来了。 然后把自己的车也卖了,尽量能够节省。 然而这点钱对于几乎是要重头再来的王敏祥无异于杯水车薪。 这让他的心里充满了无奈与心酸。 为了东山再起,王敏祥找到了自己的朋友,希望能说服他们投资与自己合作。 当时政府也确实推种过这个东西,当时他就好像要求呢,种了三百多亩吧,那是作为这个试验的。 那么呢,我也知道,那么政府也宣传,冰箱又找到我,那么咱们就干吧。 反正风险肯定是有的,没有风险的不可能,有风险大,只有风险越大,说不定效益越大。 陈祥这个市场的潜在的价值太大,经济价值非常可观。 因为我们已经投资一个行业,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,所以在决定投资。 王敏祥说服了两位朋友,在德宏和四毛分别建立了两块基地,种植面积也扩大到了两千多亩。 一晃三年的时间,2008年,小树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,再有几年的时间,就能结出沉香产生效益。 而此时,王敏祥却一反常态,先是刀砍斧劈给树打肚,最后又是让树得。